I started the business, or my hiatus, I didn't say quit, because I repeated that word. 他其實就是離開了一陣子,大家知道就做了一陣子,他突然就是離開了一陣子 所以你看到他就很安靜了一段時間,所以就不只是... 它是在2020年第一,所以很容易,因為沒有人在一起, 所以他那個時候就說,我跟John說他其實就是不怎麼做了, 然後我們想知道一下他到底發生了什麼,就是...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I bring this up, and I actually haven't before the word quit. I never used the word quit. I always said like, I was just taking a step back, and I was giving myself excuses. I was using my why as my excuse to not do the business. I'd be a better mom if I wasn't on my phone all the time, and I went back to work full time, got us into a better house. So I was like lying to myself about that, and I just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you guys know that if you do decide to step back from your dreams, you'll find a way to use your why to do it. And that's a huge red flag. 其實很多時候,大家都有這個想法,比方說我們在做這個生意的時候, 有的說,這個太難了,這個我本來就是他原來的原因就是為了孩子,為了家人, 他說,我原來是為了孩子,為了家人,但是我經常不在孩子旁邊, 他有時候用你自己當初做儒心的那個起心動念,就是為了孩子來做為什麼, 來借口,就是我其實不應該花這麼多時間,那這樣的話,我其實應該跟孩子多花一點時間, 但做的事情這樣不是讓我就沒有真正時間,更多的時間跟孩子在一起, 所以把原來的夢想當時這種原因,就是說我自己的內心想要的這個起心動念, 還當作一個藉口了,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在我們newskin事業當中是非常要注意的一個點。 很多人說,為什麼我重新回來了? 對,然後他說他其實當時有很多工作,他還是做那個心理諮詢的什麼也還可以, 但是他發現他失去了個人成長,他又覺得他整個個人成長是馬下走的, 特別就像OTG啊,之前我們在OTG這個組織當中,他一直有很好的滋養,有很好的這個社群, 但是他自己就覺得他已經失去了這個成長的這樣一個社群。 所以當我當時的雖然填抖我的絕拔,我選將來擺脫失去。 所以當時我選擇了我的雖然不讓我達到做的事情, 當時我選擇不做我的工作, 我選擇了很多位置, 在你為什麼一層, 我其實是第一位置一個人的餘頭之間, 日本人在我們房間看來座礙眠的靈毛, 我們有藉口部的人, 我們曾經來自成長的立法會, 但我心想要去得到他們自己的夢想當時, 但是我只是選擇不定。 他看了我眼睛,他在商業中非常不支持,他問我為什麼不支持我? 他先生其實剛開始並不支持他,但是在2020年那個時候呢,他其實沒有怎麼做 然後他先生就跟他說,你為什麼不做牛Skin呢?再來問他 他就說他沒有支持他,但是我們兒子,我第一次是做牛Skin,所以我當時是做牛Skin 所以我當時是做牛Skin,我當時是做牛Skin,我當時是做牛Skin 我當時是做牛Skin,我當時是做牛Skin,我當時是做牛Skin 所以,我們有哀想要的父親,然後這兒子都在2020年 所以,我有關於事態很改變,我好像說這兒子 你講過そんな通常的事情在牛Skin有 CodeX 甚至人們都是負擔心的,全都看著我自己的孩子 我in可以上真的找到我的生命 和我自己狙行後,我才跟他親身的朋友 我認識他他,以為他要來做得最大機會 things at becoming a magic, that I needed to be the one to become magic first. 她那種很負面,因為來自家裡的壓力,來自外面的這種負面,真的就是讓她往下走,她整個的情緒,整個的能量都是往下走,所以她覺得她要回到牛子餅,回到這樣正面的環境下,讓她可以成為一個更好的媽媽。 所以大家有感覺到嗎,就是她的這種動力,就是為什麼,其實不是為了別人,她真的還是為了回到回來,還是為了嫁人這一塊。 如果你們 Calvinbar領話,你會知道我可以成功。 她說明對姨,是美容的,她是沒有負面的。 我們學要學,我學會說明,我們學會了學、我們學會和體驗,我們學會學會說明,他們是成功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在我的睡前那天的照顧職了,為什麼我不是不做牛子餅, 所以就想要回家 他只餘了兩個小孩現在都是非常好 所以他覺得我要為了這個家庭 為了孩子 因為他先生就問他 你如果情緒這麼差 你要不要重新回來做妖精 你為什麼不做妖精 他就當時在他們家的廁所 就做了一個決定 我要回來認真來做妖精 所以你的選擇在大室裡 在大室裡 所以出發了一個肯定在兩種歷史前 所以我們把這些情緒進來 那種後來我沒有下一個肚子 所以剛剛是有可能有關 你這條小海的公子 你在公子裡的公子 你開了嗎 你開了重藍 你開了會 你還是會被划相當的 我都被划相當我看過 就是在做这个New Sydney事业的时候呢 你要么就是说开始啊来创造这个市场啊 然后有的时候就会陷入一个就是说 你会抱怨啊然后到最后你就会又离开啊 就是进入一个下面的一个往下走的这个循环 所以我做了一段时间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们来到这个艺术今天 然后呢看所有人都在做的 或所有人都在做的 我做的事情 我看了什么 我做了这些东西 我做了这些事情 我需要去做的 我需要做了这些东西 我没做过去的东西 所以我看了我坐在这些东西 就是一种东西是一种东西的东西 我做了一个东西是自己的东西 我一家看了一个第一个语言 我的第一个语言 那是因为我上升尤其是因为我上升尤其是 就叫做了一個領域的事情。 在前面,在事業當中,前面幾年,四年好像,他就沒有怎麼做個人成長。 他實際上是,就是會一直在注重在做社民開發。 在社民開發的時候,他那個時候他沒有覺得一定要跟隨系統, 他可以說可以做這個可以做那個,我或者是我不做這個. 然後他在社民當中大概只讀了一本書,但是他的老師就跟他說一定要理書。 所以,你喜歡聽說什麼我做了嗎? 對,你怎麼做到來自成長,然後再去做一個問題嗎? 所以,我第一次做的事情是,我做了自己的決定。 我做了一個控制,然後我隊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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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都在訊息中,他們都在訊息中,我們現在還要做這個, 我不知如何,但我正在做 所以我寄了他們那次訊息 那天的日子 我們當年成為了一年一年 我們成為了一年一位 但現在的氣氛是一種不同的 所以當時他下了決定之後 他做一個動作 就跟他所有上級老師訊息了一下 就告訴他們說 我決定我要做這個事業 然後我要變成藍鑽 然後他說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做 但是反正我要做這個事情 所以他把整個決心 就跟他的所有的老師都講一遍 我回來了,我要再重新再做 那我帶你來一個獎金嗎? 所以我已經落在雷鑽 所以當我開始在雷鑽開業 在雷鑽開業後 在雷鑽開業後 我已經在雷鑽開業 然後我們在雷鑽開業 在雷鑽開業 就是做了一陣 他後來其實從 就是他已經釣到了我們說的雷鑽 就是親親主任了 對 然後到後來 他現在花了 How long did I take it? 12 weeks 12個星期 回到藍鑽 12個星期 衝刺 現在點與雷鑽開業 個人的團戰 因為你不會繼續的行動 如果你沒有那種深深的心情 你會哭在前面的所有人 你會看到這個動作的觀念 那種的回合 那種的回合 但是這樣就是說 你要來創造這個奇蹟 在你身上是不斷不斷的重新創造能量的動能的 它不是一成不變的 也不是一直往上的 每次都会有这种周期心 但是我们就要学会不断的用自己来创造这个能量 那的秘诀就是你一定要有非常强的外 就是你为什么来做 然后那他们其实用这样的一个能量 马上就是来再创造这个欢迎领袖团队 他们是T美丽 Team 你看他们所有伙伴在后面 他们非常支持这个领导人 他们是一起来做这个欢迎领袖 T美丽这个Team 所以当我回到2020年 我 promised myself三个东西 那我会只能做得比较有趣 那我会爱人的地方 那我会爱人的地方 那我会有没有准备 然后我们的社会 就是 exactly that 它是一部分的我们的目标 所以它不是像我正在工作更多的 我认为那是什么人 我认为那些人都要做 一切都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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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认为 我认为那些人都要做 一切都要做 一切都要做 如果你工作更多的时间 你会赔得更多的钱 然后这里是一个心态度 所以如果你再加更多的时间 继续工作更多的时间 你会有不同的结果 大家都觉得他好像 重新创造这个奇迹 是因为他工作了更多的时间 对吗 他其实不是 他并没有说 我做了更多的时间 但他改变了他的思维 在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 他选择 他跟自己说 他有三件事情要坚持 第一件事情 他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用他自己喜爱的方式来做 第二件事情 要爱对方 就是我们来 就是说你要 就是光爱对方 而不是只是为了业绩 第三件事情 就是你能理解到 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阶段 你可以接受 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 他自己可以做的决定 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他重新来做的时候 他这个同样的事情 同样的动作 他没有花更多的时间 但是有更大的效果 完全是因为他内在改变 so it was actually after kickoff in my closet doing miracle morning one morning i just had this profound why aren't you running for more it was just fine where i was i'm i've been able to support my family more than you know it's been great um chilling at diamond blue diamond you know back and forth uh between those two and it was in that moment that i was like no like this is not this is not magic it was just chilling so that's actually what i made the decision of i don't know how we're going to do it but we're going to become a qualified team lead team this year it was in my closet it was just a little bit of a 他也有独特的收入能供养整个家 再有他整个家就是一个人工作 供养整个家 而且有时间跟他还在一起 那我其实蛮OK的 大家就说 It's OK 我们买舒适的嘛 就是说这样 但他突然又想我为什么这样 然后我为什么不应该可以更好 因为当时是参加了Kick-off meeting Kick-off meeting 大家都知道 Kick-off meeting是一定要去的 就是一年的开始 都是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要你去思索 让你可以做很多个人成长的思索 所以他思索的时候 他会觉得我要成为今年 我要成为怀疑考队 我要来考考怀疑 但是在年初的时候 它是一个钻石 OK so here's my advice to my advice So you're at this event and you guys are all in right Are you all in OK raise your hand if you're all in OK so there's a couple people here though that don't have their hands all the way up Raise that dang hand all the way up by the end of tonight if you are actually completely all in because if you're not willing to raise your hand and this group of people this is your safe space there's no way you're going to go home and do anything differently I'm going to give it to you in just a second that was just the like I'm going to give it to you in just a second that was just the like 他怎么样来做到他的这个权利益赴的 OK this is that number one don't ever wait to do anything OK anytime that you tell yourself you're going to wait and contact that person later and you add it to this list of things that you're going to do just do it in that moment because you don't want to carry that baggage of a to-do list anyways OK so do not wait to create your vision until you get home don't wait create it while you're here go back to your hotel rooms tonight or in between it doesn't matter I created my vision for Paris sitting in my car in 37 minutes and I cry every time I read it create your vision while you're inspired don't wait to do it later so first thing 第一件事非常重要 不要等 当你今天就是进完整个会的时候 就很激动对不对大家 很激动 但是你不要在 就是在当下的时候 如果你很激动 比方说你可以定下自己的目标 那定下目标 你有什么想法赶紧写下来 如果你想联系谁 你赶紧就去联系 不要总觉得 我要把它放到什么spersh里面 或者是我要把它拿到后来 然后就是你等到你那个时候 再去的时候 你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所以他当时去 他说我要去Pariss 那个成功这里的话 那他就是自己在车里开车 突然觉得 我要把这个愿景看 他突然看到一个愿景 他把它写下来 所以在这个车里面 当时就花了三几分钟 就是把它自己想象的 他想达到的一个结果 就马上写下来了 所以第一件事就不要等 马上做 OK, now number two once you've created that vision before your inspiration starts to dwindle away like the 12 days that we heard from Kristen right share it with everyone I'm not kidding go live and read it put it in your stories send it to your family when you get home print it out put it on your fridge put it on your walls share it everywhere because if you don't want to lose your credibility there's no way you're not going to do it 第二件事情有点难 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有点难 就是你知道大家 我们在这次在 Christine Fox 他今天在讲 就是说 就是激励性的活动 比方说年会啊 你听了一个激励性的演讲 一般能持续平均多少天 12天 12天之后 你的激情就会什么 消失 所以在这个激情消失之前呢 他做了一个动作就是 他把他的愿景 他想当环宇等等这些愿景 他告诉所有他认识的人 当然团队啦 什么老公啦 什么都去告诉嘛 同时呢 他把它放到社交媒体上面 跟所有人都讲 就是告诉大家说 我要去环宇 要做环宇 或者告诉大家说 我要去巴黎 代不败要去巴黎 让所有人都知道 因为他觉得那是给他一个动力 OK the third thing is that you your joy is the root of your business your joy is the root of your business so it's very easy to look at the system of I'm not doing you know so and so must be doing something differently than I am you're in the right place there's no right or wrong way to do business and I struggled with that forever 你也要找到一个自己适合的 你很享受的 你很喜欢的方式来做这个 newskin生意 那过去呢 其实我也觉得 我也是一样 就是他跟很多人都觉得 哎呀 我应该照他的方式做 我觉得我的方式不行啊 然后他就是很struggle 因为那个时候他就觉得 我好像不行 我觉得不如别人 但是他真的要来用自己的 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做newskin 那这个是我们newskin事业 一个非常基本 你要爱爱这个newskin这个生意 然后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做 I believe that I found my true joy through self-development working on myself every single day reading books every day getting up and going to the gym early when I never thought I'd be a morning person and finding that joy and then when you're not in joy take a break put your phone down get yourself back to the root of the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 so then that way you can go accomplish your vision 所以他在这个事业当中呢 他发现他非常喜欢做个人成长 在这个 在当中呢 我们其实有早起的奇迹 他其实完全是起不来的 但是因为早起的奇迹呢 他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 早起来运动啊等等 当你觉得了就是情绪不好 或者是你整个人就是没有那个状态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自己调节到一个好的状态 你可以把电话拿掉啊等等 当你状态回来的时候 把自己调到好的状态 然后我们再来经营newskin试言 who here has heard of driving lines 扎身这个概念 有听说吗 就是往下扎身这个概念 对 okay so it's important i want to explain this to you so my uplines are amazing and i love them so much and about a year into the business they went into lifestyle mode and for a while i blamed the fact that my business wasn't where i wanted it to be because they were in lifestyle mode and nobody was driving my lines no one has ever driven a line in my organization in seven years it's vision it's choosing to have vision choosing to learn and then go do it so if you're sitting here and you're thinking i'm going to wait for the vision of my upline then you're already not going to accomplish what you want to you choose to have vision whether you're a brand affiliate who just signed up five seconds ago or you've been here for ten years and you just feel stuck have vision for success summit what will you walk the stage as because anything is possible 啊 很多人都觉得 诶 我们团队都一直在说 叫我扎声嘛 叫我扎声嘛 但是他的上级老师 其实已经进入一个 半退休状态了 也就是说 他在七年当中 并没有哪个上级老师 来帮他来扎声 也就是说帮他 往下挖 往下扎 或者是帮他抬人 或者往下走 所以他真正 来激励他的 是一个愿景 就是他自己在newskin事业当中 看到他和他的团队 未来可以达成什么 啊 所以啊 魁斯坦也是告诉我们说 一定现在你就要有一个愿景 其实我们最新 最近的一个愿景 就是什么 我们在subsid summit的时候 我们会以什么样的title 什么样的拼接 来走台北表彰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想一下 我们下面的几个月 其实就是两个月的时间 啊 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看到自己的 自己和自己团队的愿景 但是我们今天最新两个人 就是我非常感到 这就是你全新的愿景 你的愿景 的愿景 你也觉得是一起国家的人 就是我最新的愿景 有一个愿景 他非常希望 我这边有这个fly rat 大家等我的 一个团队 这是一个小组 去拿 拿一张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在10月的16号到19号 OJGP 大家办的这个subsid summit 啊那 可以由你来讲 这大家可以讲 我那么那么感到 為什麼大家要去那裡? 首先,我就是在 charge of the party 所以,它是很棒的 我就是在 charge 我就是在 charge 所以,我們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我們有一個新的認識 所以,我們會有Dream Night 我們有一個DJ 你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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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OK 其實Cristina是來組織這個OTG的Success Summit 所以... 對 她是來負責Party這一塊的 她是在緊張當中一個 其實OTG裡面 就是OTG歐洲呢 它每一年都是在西班牙的瑪貝爾 就是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小鎮 如果大家要在歐洲有一個夥伴的話 也可以去參加 每年的五月份好像是 那他們每次辦那個OTG的那個 那個歐洲的派對是超好超好 就是特別特別好的派對 他的那個慶祝派對 就是慶祝你成功啊表彰啊 這個派對是非常非常好的 OK, now they know like party OK, so the DJ OK, the DJ that's been doing those events for years where we always look over to what they're doing there and we're like, oh man, we aspire to be like them we are flying him, it's confirmed we are flying him here to be the DJ for all of Success Summit for all of the different events so that's the first thing Crew Bannister is our keynote speaker Do you guys know who Crew is? Yeah? Is it Crew?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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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they kind of know? Oh, okay You can tell Crew's amazing So I'm excited to learn from her She's a Japanese leader And then we have a Ruby Social OK So this is for those of you guys that it's gonna be a party a meet and greet being able to spend time with a certain influence of people that have created what you want to create so anyone who obtains Ruby by the end of September is invited to this special Ruby Social and it's just invite only for anyone that obtains Ruby by the end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DJ 他的DJ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非常好 然后他们把他飞过来 就是付钱把他飞过来 来专门做 Success Summit的那个DJ 然后我们有很多的speakers 在这边当中 有叫Crew 佛罗老师应该知道 Crew他是 他直接往下走的 摆浪和怀疑好像就有20多个 直接往下走的摆浪和怀疑 是对吗 就是有 就20多个直接往下走的 摆浪和怀疑当中 然后 那如果大家在9月底之前 达成Ruby 就是红堡主任的话 那你还有特别的待遇 他专门有这个Ruby的Party 所以其实 如果大家能够看到在9月底之前 达成Ruby的话 那这样的一个愿景 然后 整个到我们Success Summit那边去来 来做这个 recognition 就是给大家庆祝 所以要清晰地看到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愿景 我只能说 其他任何其他機會 你必須要走一個舞台 跟千萬人看著你 那些想法你選擇 今天或明天 前往回家 那是你能幫助你 保持持續舊每一天 然後你會走那個舞台 你會有那個時刻 你會來我跟我說 我瘋狂的 我瘋狂的 是的 所以我在Newskin事業當中呢 所有這個活動都是給你創造一個機會 讓你去來有這個目標設定 然後你去得到一個自己的一個表彰 就是來激勵你可以走到下一步啊 那我覺得就是說 這次的那個Success Summit當中 還會再包括印度市場怎麼開發啊 Instagram怎麼做啊 所以我們就有Workshop 所以你真正要來做的話 你真的是要來過來學啊 而且如果你真的是來承諾 來做一個事業的話啊 你不會說我去這個活動不去那個活動 因為你的個人成長和整個的過程 都是一個連續性的 所有活動都要參加啊 所有的會議都要參加 這就是我們來做這個事業的一個成功的必要條件 好